讲完现在式,接着我们要进入过去式 过去式常常会配合过去的时间复词 中文只要在时间复词改变 比如说,我今天去看电影,我昨天去看电影 只要这个昨天改变了,就变成过去式了 可是英文不是这样 英文除了时间改变,动词也要跟着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中英文结构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要小心动词变,时间也要跟着变 现在我们来看过去式的基本概念 表过去的习惯,过去的事实,过去的动作状态 同学可能会慌掉,不用慌 其实他都会配合一个线索出来 不要紧张,我们不妨从例句来开始看 第一个例句 I live in the country,我住在乡下 a few years ago 几年前,你看 这里有一个表过去的时间复词 几年前当然就过去的事情 所以呢,这个时间是过去的 动词紧接着就用过去 第二个例句,要加ed 第二题 julia was late for school julia上课迟到了,上学迟到了 什么时候 the other day 前几天,你看时间是过去了 所以动词跟着要改变成过去式 julia第三人称用was 好,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判断的技巧 加去我们从题目来进一步的分析 susan went to an open concert open concert就是露天的一个音乐会 好了,在哪里? 有一个介细词印出来了 表示添加了一个片语 公园的露天音乐会 什么时候去 last night 昨天晚上去 所以昨天晚上一定是过去了 因此前面的动词要用过去式 正确答案要选的是 the event what's going不对 what's going是过去进行式 过去进行式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 这是强调动作 那么过去式是强调过去所发生的事实 他昨天晚上去 没有说昨天晚上正在去 不对的 这个是不合理的 还是刚就已经去过了 现在完成式 不合 因为这里有时间 过去式 你不能配 现在完成 这个是不对的 好,看第二题 I list what 我买这支表 什么时候买的 好了,你看有一个 这个when 就是表时间的复词字句 英文两个句子出现的时候 两边的动词 通常会配合 会互相配合 因为它的内容是有连续性的 有延续性 动词就要小心 就要小心就要配合一致 所以前面不知道用什么式 可是后面已经告诉我们 when I went to Japan last month 上个月我去日本的时候 我买了这支表 所以这里不明显 所以这里不明显 可是后面已经告诉你线索了 这是上礼拜 我去日本的时候买的 那当然就是过去式啦 买的过去式 by boat boat 所以正确答案是选三 boat 其他都不对 what's buying is 进行是 正在买 这个不通 这个已经是买过了 不能说现在正在买 这是不合理 继续 第三题 I usually 我通常去游泳 什么时候 好了,一样 混又跑出来了 这个混是表时间的 副词词句 我们用混连接词来连接 所以这一句的动词 跟这一句的动词 原则上它是要配合的 那后面副词词句是 when I was a child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小孩子的时候 那以前的式啦 所以动词用什么式 过去式 所以这边也是讲小孩子的时候 我常常去游泳 那现在你已经长大啦 所以不常去游泳啦 这是小孩子 那个时候常常去游泳 所以应该是过去的事情 游泳要怎么写 go to swimming 这个go是现在 when to swimming 还是when swimming 答案是when swimming 这个是正确的答案 如果用when to 就不能这样写 你when to要怎么写呢 我们要用when to swim s w s w s w i m 这个才是 用when to swim when to 这边要用圆形动词 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 go swimming 所以我们游泳常常用go swimming 那过去式呢 当然就是用when的swimming嘛 对不对 好了 这个是第三题的 老师就介绍到这边家具 我们要做第四跟第五两题 第四题是小时候 我跟祖父母住在南部的乡下 好 时间已经出来了 小时候 那么小时候我们可以用 刚刚我们所学过的 when i was a child 因为这是过去的时间 另外有一个写法 老师也写出来给你做参考好了 这是用片语的方式 in my childhood in my childhood 就是在我童年的时候 后面我们就句子写出来 我 动词呢 住 live 住在哪里 或者是跟谁住 这边是同年过去式 所以我们动词要用过去式 我们先写跟谁住一起 好了 因为时间的片语 通常地方时间 这个一般来讲 都可以放到后面去 像这个时间 我们是调到前面来的 我们先写跟谁住一起 那是片语 with my 祖父母 英文是用grandparents 祖父母 好 加句写地方的片语 南部的乡下 这个应该是台湾南部的乡下 所以我们的片语要用 in the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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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是南部 它的形容词呢 用south 这就是形容词 南部的后面再来写乡下country 哪里台湾 of台湾 虽然这里没有写出来 不过我们应该是讲台湾的南部乡下 所以我们给它补上去 这样子比较完整 in the southern country of Taiwan 这是第四题的 我们看第五题 我去年旅游交到一些朋友 去年就是过去了 所以我们动词时代要用过去式 按照英文的翻译结构观念 先写主词 再来写动词 出国旅游 英文就是讲旅游国外的意思 我们用travel 加一滴过去式 国外就是 去年 去年 到这边 这个就是动词 用过去式 因为有过去的时间 这边附词 last year 然后同学常常就照字面上翻 交到一些朋友 交到一些朋友 又来用make 有同学还可以用made some 这些朋友应该是外国的朋友 所以我们不妨可以加 foreign friends rends ok 这样写对不对 这样写是不对的 为什么 你这个make或者是made 这也是过去式 这个是动词 这个是过去式 这是现在式 这里有一个动词 这里有动词 两个动词 不能同时出现 如果你要把两个句子连在一起 我们就要加连接词 所以呢 中文没有连接词 但是英文一定要有连接词 连接两个句子 所以连接词补上去吧 and 主词谁 下去主词我 交了一些朋友 好 这个句子的时代过去式 当然这个句子也要用过去式 所以你如果写到make 就完全不对了 这样子的观念 才是正确的 这里爱 这里爱 主词相同 那后面的爱 可以省略掉 不写 答案就变成 I travel abroad last year and made some foreign friends 这就是有关于过去式的 时代判断的观念 来的 哎呀 这就是未经许的观念 对对对对对对对操原商量